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言神髓呈现的是日本翻译家眼中的莫言文学世界 包含翻译家与作家之间的友情 给喜爱莫言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开始研究中国文学了 莫言这位作家是怎么进入您的视线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中国不是出现了不断出现了新的作家 一大批 其中有一位突出的存在是莫言 我比较早从它的透明的红萝卜开始就注意到它的存在 当时它的那些作品给您留下些怎样的印象 莫言说起 自己的故乡高密县东北乡的由来 最初是在《洪高亮》这部小说中 它称故乡为文学王国这件事 现在已被奉为传说 小说《洪高亮》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1939年古历八月初九 我父亲这个土匪中十四岁多一点 他跟着后来明满天下的传奇英雄 渔战敖司令的部队去交平公路 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 奶奶披着家傲送他们到村头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读到这段话的时候 所受到的冲击 土匪带领抗战什么的 在我之前看到的中国小说中 还从未提及 我知道2002年的时候 莫言和大江建三郎一起去到了他的家乡 我知道那次毛老师也一起去了 是的 那次活动又给您留下怎样的一些记忆 跟莫言认识的差不多近20年吧 2002年的时候呢 就是当时有一个契机 我就跟这个我的编辑说 莫言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很吃惊 他说大江先生很欣赏莫言 我听到这个话以后 我就说那这样 我来搭这个桥 我们一次去寻访一次 2002年的春节 然后我们就去了高密 当时去高密的时候 正好是大年三十 那个地方农村嘛 到时候在放鞭炮啊 在写道符啊 在贴门绳啊 这些民宿的东西都让先生看到了 他为什么会对中国的这个 作家有兴趣呢 是他在阅读世界文学的这么一个很庞大的这个文脉当中 发现了莫言的存在 因为他非常的农村 非常的本土 他的智慧也是从那种聊斋之意啊 或者是很魔幻的这种东西 那么对他的触动就很大 对我触动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 在刚刚飞到北京机场的时候 我去接他 接他的时候是在一个车里 我是坐在司机的旁边 我的后面有个摄影机在拍他 那么我脸转过来对他说 他都对我说 他说我今天要去采访这个作家 是一个世界文学的一个模板 而且当时他还说了一句话 他说是这个作家 十年以后会拿到诺佩尔文学奖 你看一个有世界文学眼光的人 他是可以读出文学的走向 在常文《莫言的世界》中 吉田复复对莫言的多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 如《红高粱家族》 《风乳肥臀》 《天堂算台之歌》 《谈香行》 《生死疲劳》 《蛙》 《白狗鞦韆架》等 做了十分独到的逐一剖析 同时通过讲述他与莫言的交往 既呈现了一个日本翻译家眼中的莫言形象 也从一个侧面阐述了 以莫言为代表的中国文学 由汉语进入日语世界的过程 莫言先生跟吉田先生认识 也是你前线大桥的 因为我跟先生近三十年的交情 当时先生是想要翻译莫言的小说 但是不认识莫言 那个时候因为我在日本一开始 是做生意的 做买卖的 我是在渔船上拿着一个手机 突然打电话说 能不能找到莫言 我问为什么 他说我想翻译他的小说 因为先生我很了解他 他跟莫言的这种 刚才先生也说了 都是农村的 他的气质 所以我就安排 但是先生很快 大概就那电话以后 马上就去了北京 差不多一个月以后 一个月以后 我有工作 带领学生路过北京 按照毛先生交给我的电话号码 打他家的电话 第二天他来到我住的饭店 等了半个小时就他给我了版权 很简单 话不多 他问我几日我学汉语的情况 后来我把我前两年就是96年翻译的陕西的作家贾平蛙的飞读 那个刚刚出版的日语本上下两册 我赠送给莫言 那就他把我带去的风如飞动的原书 一页上签字 用录来给我了版权的 其实当时东京的东京行三先生也是要求这个版权 只差一周的日差 是吗 我走在前头了 虽然您跟莫言先生有着这个二十年的差距 但是在这十五年的交往里面 您们一直是没有什么隔阂 非常的默契 每次我翻译他的一本长篇小说 出版了日益版 出版以后 每次都邀请莫言到日本来 也请他住在我家里 京都的我家里 请他去我爱人住在家长范 差不多快十五年 十五年 一直现在已经当做一个习惯了 我们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画不多了 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 就是一见面你好就算完了 他也信赖我 我也信赖他 早在1989年 莫言的长篇系列小说《红高亮家族》就在日本得以翻译 译者为《井口晃》 实际上 日本读者是通过藤井省三的翻译 开始认识莫言的文学作品 1991年 藤井省三《长枯幼灶》合议的 来自中国农村莫言短片集 收录了《秋水》 《老腔》 《白狗鞦韆架》 和《金发婴儿》等莫言早期作品 日本佛教大学教授吉田复夫翻译的《风乳肥臀》 则于1999年出版 由此 翻译家吉田复夫开始成为莫言文学作品的主要日益者 莫言先生之前在京都大学 做演讲的时候他也说过 他其实他的写作启蒙就是源于川端康城的雪国 所以在他的作品当中 哪些能够体现这种日本文化对他的影响呢 刚才你提到的川端康城的那一段 有一只大狗 秋天狗 秋天狗 就是日本的名狗 那个是田 生出舌头田 生出舌头田 这个产面 那是非常平凡的 这本身是没有意思的意义的一个场面吧 不过把它写进在文学作品里面了 也发生另外一个效果 这就是可能是他吸收的 莫言吸收的西方的近代文学的一个机会了 当时在京都的讲演的题目叫做 我是小说的奴隶 刚才这个秋天狗舔着石头的水的这个情节是诞生于雪国 实际上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件事 他曾经跟我说 他说文学是可以这样写的 它是这样的 那是十五年前冬天里的一个深夜 当我从川端康城的雪国里读到 一只黑色而壮硕的秋天狗蹲在那里的一块踏石上 久久地舔着热水 这样的一个句子是 一幅生动的画面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感到像是被心仪已久的姑娘抚摸了一下似的 激动无比 我明白了什么是小说 我知道了我应该写什么 也知道了应该怎么写 当时我已经顾不上把雪国读完 放下他的书 我就抓起了自己的笔 写出了这样的句子 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馴的大狗 绵延数代之后 很难再见到一匹纯种 这是我的小说中第一次出现 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 从此以后 我高高地举起了高密东北乡这面大旗 就像一个草莽英雄一样 开始了招兵买马 创建王国的工作 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莫言的世界》中 就有他的作品和他人生的交织 这里面有些怎样的故事 少人的时期失学了 不过是非常孤独的一段少年时期 这个可能是对少年的莫言 广莫业来讲是很孤独的 很寂寞的事 不过这样就培养了他心里面的 作为艺术家的很柔弱的很复杂的感情世界 在跟大江先生 大江建三郎先生和莫言在对谈的时候 说到一个话题 说什么叫文学 其中找到了一个点 叫文学就是饥饿 那么这个时候 大江先生跟他谈什么叫饥饿 因为他是学法国文学的 所以对存在主义很了解 他举出来是萨特 就这种存在的东西 讲了一些西方的这种理论 讲完了以后 莫言稍微停了一段以后 他说我跟你说一件事 我放牛的时候 肚子很饿 饿了以后又孤独 怎么办呢 就躺在牛的旁边 仰天看天空 这时候有几朵白云在飘 他就幻想这个白云就是馒头 然后这个云就会落下来 落进他的嘴里 进他的胃里 完了他就有一种排泄的感觉 他感到很充实 他说这就是文学 他说到这个时候 这个大江先生很惊奇 因为这完全不是一个层面上 一个跟你讲这种 什么存在主义 结构主义 包括结构主义 萨特 乔姆斯基 什么之类的 但是另外一个人跟你讲说 云可以变成馒头 之间那种快感 文学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你可以看出他的这种 刚才先生所说的 他的这种少年孤独 给他创造了成为作家的一种机遇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 他这个人就是挺神奇的 他有一种日理叫念力 莫言进入到某种精神状态的时候 他周围的空间肯定发生是任何 2012年10月11日19点 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诺奖评审委员会表示 莫言将现实和幻想 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 他创作中的世界 令人联想到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 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 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我们知道2012年 莫言先生受邀去诺贝尔领奖的时候 您也一起去受到了邀请 我们夫妇俩受到了邀请 不仅仅我们夫妇俩 他把几乎所有的美国 德国 意大利 法国 法国和瑞典 所有的莫言的议者 都要请 所以 可能说这种情况是 没有过的 空前的吧 没有过的吧 莫言周圆都是 第八位的议者 谈的都是汉语 除了我的夫人 我的内人以外 我的内人不大 这是诺贝尔奖上的一道风情线 是的 是的 所以这种证明 还是莫言的作品 还是受到全世界的欢迎 对 反过来讲 没有这种意图的话 他的作品能不能传到世界各国 能不能达到罗奖 也很难说 我知道在这本书上还附上了几篇 莫言在日本的演讲 他称日本为神秘的日本 而毛先生您也说 你们在交往过程当中 你有时候会分不清他到底是小说中的人 还是小说外的人 是吗 他这个人就是挺神奇的 我有一次跟他去吃饭的时候 都是那种就是那个一次性的用的筷子 放在那个纸袋子里 那么两个人对坐 他半天不说话 后来我也不说话 突然间他跟我说 他说 你那个纸袋子里的筷子是打开的 我说为什么会知道 拿出来他真的就打开了 一般不可能发生的事 一般不可能 这非常奇怪 他有一种很怪的例 有一个朝日新闻的记者 叫这个尤里幸子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记者 去采访的 在东京的时候采访的 的时候 他有一个录音机 他说话之后 说得挺激烊的 录音机突然间啪哒 就停掉了 就坏掉了 他因为有个助手 他说你赶紧再去买一个来 就下来 他这个人太厉害了 这是当年是99年的时候 第一次在东京采访的 后来谭香行的时候 到神户 那个记者从东京到神户 来采访的 大概是时隔四五年以后 他为了要采访莫言 坐这个新干线到神户 结果他坐过了 跑到广岛去了 完了以后他打电话 真的对不起 我这个尾了时间 一样慢了两个小时来 后来莫言说 我早知道这人会这样 后来他就见到莫言 很害怕 说你太厉害了 就是他有一种日语叫念力 就是我为什么有这种感受 我真不知道他是小说里的人 还是现实里的人 小说里的事还是现实里的事 我说的这种真实 他也是一个特别神秘的人 也是一个可以被写进小说里的人 也许是莫言进入到某种精神状态的时候 他的周围的空间肯定发生是人 他绝对不会说谎话 不这个是别人了 包括译者的我在内 没有提 无法体验 这是一种才华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之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 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在今后的岁月里 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他在诺贝尔的这个演讲 就叫会讲故事的人 您们印象当中 他给你们讲过的最难忘的故事是什么呢 我们曾经去过一个寺院 日本的寺院呢 也是就寺院的和尚呢 也是幼儿园的院长 同时也是墓地管理者 生的事他管 死的事他也管 我们去的这个寺院呢 这个幼儿园呢挺大的 大概有两百多个小孩 全是幼童啊 这个和尚很奇怪 说你给这些孩子讲话 那时候我做翻译嘛 那么他就开始给孩子讲故事 他其实讲的故事什么 就是讲的童话 后来我问他 你这个故事是哪里来的 他说我就当场就 编出来 就编出来 他还会讲故事 而且他还跟我说 你记录了没有 不记着就忘了 所以他随时都会有这种东西 很奇特的 我知道墨延现在在日本 是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之一 这跟两位多年来的推荐都分不开 你们觉得日本的读者喜欢墨延 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日本读者喜欢看西游记 三国演义 所以墨延在日本受欢迎和这种现象是有联系 有关系 墨延主要是他的罗奖的纪念讲演的题目也是讲故事的人吧 他是讲故事 也可以说把传统的中国的这些讲故事的传统啊 恢复到 复活到这个世界 所以他的爱读者主要是 不是爱读这个小说里面的心理分析啊什么的 主要是爱读他讲的故事 故事很简单 不过故事的生命力很长 中国的文学里边 我觉得他来自于农村的这个元素啊 是很彪悍的 他所为我们提供的这种文学的场面 是没有类型化的 他是读书一致的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还有一点我觉得和八十年代 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文学走过一个迅猛的阶段 对吧 从山痕 寻根 最后到什么现代派这种东西 他是急速发展起来的 孟延呢也是那个时代 所创造的一个伟大的作家 他是中国的古典的这种东西 比如说他们有精通论语 中学中就学论语的 那么还有那些什么三国演义啊等等的 他有很强的这种 就敦时的这种积淀 所以日本的读者 我觉得和欧美的读者 他还不太一样 他的底润可能会更强一点 和我们所谓的同文同种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是莫言小说在日本受到欢迎的一个理由之一吧 好的 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也感谢两位一直以来对中日文学的交流所做出的贡献 感谢收看今晚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